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轮同学饰演的肖太子身穿红衣 看起来很是有点稀嫩妹狂犬 而且刚遇到楚桥就被胖揍了一顿 这到底是啥情况 一起跟着小娃哥去看看 楚桥传播出过半 被观众吐槽永远活在下一周的邓轮 终于要出场了 肖策殿下一身红衣十分帅气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影宝花式碰揍 掰手 抓头 过肩摔 满地打滚的肖太子真是让人心疼 没想到被揍到鼻青眼中的太子殿下 反而对楚桥一见钟情 对着楚桥这回眸一笑 可以说非常迷地了 肖太子还一口一个瞧瞧喊着 张口就对楚桥展开了求婚公式 只看动图都让人心里一缩 要知道 肖策同学在原著里 是一位让月公子都动容的痴情boy 小八哥很是期待 他和楚桥之间的感情戏 此外 戏里化身小迷地的邓轮 戏外也紧跟影宝的脚步 前两天他还发微博说 被利影大大种草了一款游戏 玩得不易乐活 甚至发微博秀出自己的战绩 利影随后杀到评论区 扔出一张宇文怀翻白眼的表情包 两个人的互动也是可爱到不要不要的 话不多说 现在就等肖太子赶快上线了 玲珑安众生 江山最恩仇 最近刘诗诗与陈伟廷主演的 古装剧《最玲珑》 曝光了最新片花 等等与刘诗诗一会亲吻额头了 一会鸳鸯戏水了 填冲镜头 看得人脸红心跳的 不过小八哥仔细一看 这画面有点不太对 只见刘诗诗抵住陈伟廷的嘴唇 本来应该是郁郁还修的唯美画面 刘诗诗的手指竟然一下子 按到了陈伟廷的门牙上 凤竹的手劲真是厉害了 不知道等等同学 在那一刻的心情是啥样的 小八哥翻查了一下资料 还别说 刘诗诗的手劲真不是一般的大 在六年前的一张自拍中 刘诗诗单手拖椰子 她的椰子明显比旁边 妹子手中的大一圈 在去年机场的几张路透照中 看到助理拖着巨大的行李箱过来 刘诗诗麻利地从旁边推来一个小推车 单手拎起行李箱就放在了车上 没想到看似柔柔柔柔的刘诗诗 平常居然是女汉子的画风 这反差也是萌萌的 最近刘诗诗在微博晒出自己和萌宠的亲密照 只见她先是身穿水红色长裙 怀抱两只约克夏对着镜头卖萌 接着又晒出自己趴在地毯上 与两只狗狗嬉戏的照片 画面里的神仙姐姐身穿粉色居家服 不仅素颜出镜还翘着双腿 看起来像林家女孩一样甜美 两只狗狗在刘亦菲的背上脚上踩来踩去 整个画面又美又萌 瞬间击中无数网友的心 还有不少人留言说想做刘亦菲家的宠物 还有人喊话说 天仙姐姐你家还缺不缺狗狗 可爱乖巧还单身的那种 小八哥一直认为刘亦菲喜欢猫猫 并对自家小猫黑眉球宠意有加 没想到这么快就移情同样狠猛的约克夏 黑眉球你真的要努力了 千万别失宠啊 机条三开播在即 昨天呢我们的极限大傻帅雷雷 突然被传要当爸爸了 消息瞬间被刷上热搜 网友纷纷送上祝福 虽然孙宏雷随后发文否认此事 不过帅雷雷年初就说过 想要宝宝了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下他的好消息 那么在极限挑战里 十分不靠谱的孙三岁 当了爸爸到底会是啥话风 是宠娃呢还是坑娃呢 下面就让头条军好好给大家分析分析 昨天有一条消息横空出世 炸翻一众网友 那就是孙宏雷要有娃了 原来有媒体拍到 孙宏雷与爱妻王俊迪现身街头 女方衣着宽松小夫微托 引发了怀孕大猜想 粉丝们看到消息 马上排队去给帅雷雷送祝福 期待小阎王的到来 不过孙宏雷随后在微博发文否认 他调侃说 关于我怀孕这件事 等到真的有了好消息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虽然这次怀孕消息不是真的 不过吃瓜群众已经认真开始好奇 孙宏雷带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画风 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帅雷雷 这几年整的事可不少 我们一起来目测下 孙宏雷会不会是继刘烨和邓超之后 娱乐圈下一位知名的坑娃狂魔 为啥头条军要这么说呢 看了极限挑战的朋友们 都已经深刻认识到 帅雷雷的大哥脸太有欺骗性了 在他看来 自己还只是一个宝宝 除了强行把自己的辈份拉低 他还有各种光辉事迹 例如做游戏时 抢张一星的箱子 还顺手牵扬了人家的手机和金条 在幼儿园帮忙的时候 拿零食 抢牛奶 蹲抢脚偷吃 被园长训斥 抱头认诵之后却立与叫不改 简直比小朋友还像小朋友 这不禁让人怀疑 雷雷将来真的不会和自己的孩子抢玩具吗 而且 孙宏雷带孩子的画风也是十分清奇 怎么看都像个怪叔叔 在卖力吸引孩子们的注意 来了 我亲爱的们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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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们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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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们 来了 除了不服老 爱抢东西 帅雷雷同学的自恋 那也是出了名的 跟柳叶并称为最会臭美的东北大汉 他不仅有101种方式赞美自己的帅气 还一脸骄傲的给小朋友洗脑 看个老师有多聪明 孙宏雷太聪明了 老师聪明 孙宏雷太聪明了 眼看着刘烨已经让诺依把夸老爸帅 当成日常任务 头条军不免担忧 孙宏雷当爸之后 会不会每天对着宝宝碎碎念 世上只有爸爸美 毕竟阎王的老婆已经接受了老公的安利 出门穿的上衣赫然印着红雷犬和beautiful雷 虽然帅雷雷看起来如此不靠谱 头条军对他带娃还是很有信心的 生活中的他说到小孩子就一脸温柔 实打实的铁汉柔情 在极限挑战节目花絮里 他把生病的小姑娘照顾得无微不至 温言细语把脉送诊一样都没落下 聆听孩子病情时更是认真到眼珠都不转 当了一天临时老师 孙宏雷在离开幼儿园时 细心帮孩子们收好玩具 因为不舍而失声痛哭 还敢他说我想有个玩 可能也想要孩子 可能这个对未来我跟孩子 有很大的很重要的受益 在机条里对待小他20岁的张艺兴 孙宏雷更是上演了花式宠溺 这甜甜的画风 看得人心都要画了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 真的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无论他以后是大老式严妇 还是暖男老爹 我们都相信 帅雷雷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严王爸爸 要知道 他可是连以后怎么和孩子相处都想好了 我肯定是我孩子的朋友 但我会很严格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观看节目后请给我们留言或发弹幕进行互动 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另外还有一个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 7月8日晚8点 明日之子薛之谦赛道即将畅想 我们将选出五名幸运的网友清零现场观赛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有机会赢得门票哦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维码吧 咱们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